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 第十七集 《向风而行》不忘初心 这期间 林警官有叫唐明月去过两回派出所配合调查 其他一切都正常 顾南亭这周一直在公司办公 事务比较繁忙 晚上独守空房 程骁和宋宋飞了好几趟省外 都是不着家 宇恒飞了一趟国外 回来后听乔正宇说了夏至的事情 夏至一个人在家 他担心得不得了 陪着夏至住了几天 乔正宇只要一有空就回家 做好饭给他俩带去吃 倪站向徐总反映了夏至的航班上发生的事情 徐策说这件事情让倪站和客舱部两总商量一下 决定就好 许玉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第一时间向客舱部两总承认了过错 并且向下致道了歉 念在许玉平时任劳任怨 又及时认错 态度诚恳的份上 于是公司决定处罚许玉降职至客舱部最低职位 许玉虚心接受 倪站告诉大家 公司的良好形象是需要大家共同维护 但也绝不会因此让公司的员工蒙受不白之冤 林警官给承霄打电话 叫他和唐明月去派出所 顾南婷本来也要去 但临时他要开个会走不开 承霄说没事的 不用他陪 再说他的大学同学林警官在 不会有什么事 顾南婷一想也是 过去之后 除了林警官 唐明月的弟弟唐明天也在 他看着憔悴了不少 姐姐一下子抱住了弟弟 关切地问道 小天 你没事吧 都是姐姐没用 让你在那受了那么多苦 弟弟带着哭腔道 姐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是我诡弥了心窍 惹了那么大麻烦 连累了你和爸妈 姐姐指着承霄和林警官说 是这位林警官和他们的同事 以及承霄姐姐解救了你 小天 快谢谢他们 弟弟深深地向他俩鞠了一躬 并致谢 林警官告诉姐弟俩 天上不会有掉馅饼地势 当他们把回报描述得 天花乱坠的时候 就应该警惕 高回报必然有高风险 中国市传销一般都是虚假的公司 虚构的产品 什么都是空的 就只是让你拉人头 或者控制人身自由 没收财物 让你无法与外界联系 天天学习那些传销培训教材 给你们洗脑 等你们知道自己陷入骗局的时候 为时已晚 希望你们警记这次教训 以后靠自己的脑子 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 好好的生活 俩人点点头 林警官让小刘带他俩 去办理相关手续 他俩跟着走了 接着林警官告诉承霄 经过一周多的时间 我们已经把唐明天所在的传销组织的窝给端了 总共34个人都已逮捕 无辜人员被骗的钱也都要回来了 除此之外 我们联合陆州 其他派出所 组织边防 经侦等近300名警力 成功捣毁与此传销组织有关联的 另一个特大传销团伙 冲击传销窝点25处 抓获涉嫌传销人员181名 涉案金额达1 3亿元人民币 承霄一听 哇 这么厉害 一周时间就可以捣毁这么多据点 林警官 你们简直太牛了 多亏了你啊 我们这个案子才能解决得这么快 林警官说 人民的公仆 应该的 要说谢谢的话 还应该多谢你们 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案子才可以这么顺利进行 对了 不要一口一个林警官的叫我 显得生分 还是叫我一轩吧 承霄笑着说 好一轩 不愧是我们班的学霸呀 听说你已经是处长了 还劳烦你亲自给我们解决案子 真是不好意思 林警官说 嗨 这有什么 就是这是你的事吗 我当然得亲自盯着 随时监察 好跟你交代进展 承霄不好意思地撩了撩耳侧的头发 林警官继续说 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是如当初那样年轻漂亮 我吗 都老了 承霄嘖嘖嘴 看你说的 三十来岁的男人最有魅力 风流倜傥哪嫌老了 对了 你应该早都结婚了吧 当时可是有不少人追你哦 林警官说 我连个对象都没有跟谁结婚呢 这不 或许是老天惩罚我吧 当初辜负了不该辜负的人 承霄说 看你说的 只是缘分未到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遇到那个对的人 林警官说 行了 你就别安慰我了 改天了一起吃个饭呗 承霄说 行啊 你帮了我这么大忙 必须请你吃个饭 林警官摆摆手表 自己是并没有帮那么大忙 这时 唐明月姐弟俩出来了 三人跟林警官告别之后就走了 走到大门外面 夏智 宇恒 宋宋 乔正宇都在等他们 唐明月正式跟夏智道了歉 夏智也表示自己原谅他了 唐明月告诉宋宋自己要回老家河北了 希望宋宋和夏智以后的生活甜美幸福 也特别感谢在这次事件中大家对他们姐弟的帮助 愿他们一切都好 俩人就走了 宋宋望着唐明月的背影 叫了一声月月 她转过头 宋宋笑着说 以后要好好生活 一定要幸福 月月点点头和弟弟走了 承霄感慨 很多时候 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忘了出发的初心 为何出发 希望他们都有机会修正轨迹 找到正确的方向 夏智和宋宋相视一笑 乔正宇拥着宇恒 一架飞机驶过头顶 他们望向天空 愿所有的真情不被岁月辜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